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到了新境界的张雨昕 张果果和陆思琛决定开启女主男配 虐渣联盟赴线 女主大人果然有逆袭黑话的前置啊 挂电话之前不忘狠狠威胁张雨昕一把 看到张果果恢复记忆张雨昕啪啪的样子 挺真的我以为剧情从此要明朗化了 目又想到把连圣母女主在恶毒的黑话女面前 还是个战物渣 藏心一被照片的事情被李云卡揪出来了 张雨昕依旧是可以靠尸身装可怜的老套路 博同情 金袖衣服的事情被徐慧杰质问 便直接撕破脸以旧式相威胁 而也是罪了 张雨昕撕天撕地撕空气 连徐秀长都不放过了 真摆下了徐慧杰送给她那条 假之移动别墅的项链 所以说乱听墙角的厉害性 看了这么久 编剧一定是张雨昕的亲妈 是白雪公主张果果的好母 女主竟然被女配威胁巨人亲妈 简直没天理了 果果啊 别内心我S你就是金一辈了 请大声说出你真实的名字好吗 张雨昕和李云哲大情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全世界都反对你和女朋友在一起 那也许真的是你女朋友有问题 见过瞎的 没见过李云哲这么瞎的 绝对四海八荒第一瞎呀 陆思琛只能默默舔着伤口表示 张雨昕笑我太疯癫 我笑李云哲看不穿 金意又没有了可以再找 但是复仇的形式绝对不能断地 大概没有什么比看到张雨昕生气的咬牙切齿 却又对陆思琛毫无办法 只会像疯狗一样咆哮着 你要病啊 更过瘾的事儿了 跟踪掉包推下水 张雨昕最怕什么 陆思琛就用什么不停地个应他 并努力地搜集证据 在李云哲和真表杂之间 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症子 看 鬼魅一般的陆思琛 把张雨昕都吓出幻觉了 衣裳报复很精彩 但还是不过瘾啊 卢尔莫斯我就问你一句 敢不敢直接把证据拿给李云哲啊 你是不是脑子娃娃了呀 分分钟剧情好像是要真相大白了 分分钟坏人又要得逞 好人又要被冤枉了 你是在玩捉迷藏吗 我的看看 那么多的证据 啥时候才拍张用场 不会在最后一集吧 唉 心累啊 从金教授怀疑张国国就是金一辈 已经过去了十几集了 还在拖 看在你们金氏家族 有人出力 有人出智商 有人出基因的份上 剧情再垮 宝宝我也等得起 小看张雨昕落败 张国国登顶那一天